头上顶的这个驼状物是什么意思 我还以为是黏土呢 仔细看是那种发泡胶 这个昨天我看到它流动速度非常之快 我还知道它化了 于是呢我是提前把它解救回来了 这个颜色呢有点老气 尤其是这个色格再加上这个珠光 感觉很老气 它有着这个年龄段不该有的成熟 我外面风好淡 幸亏我有个家 不然在外面我就冻死了 这两天极具降温啊 直接零下12度了 这个大泡泡挺不错的 你看 我非常喜欢这种大一个大泡泡 然后捏下去 大泡泡变成很多小泡泡 还没有裂开 就是 我看到了五彩斑懒的泡泡 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 这个有点酸梅汤的味道 好喜欢这种大 这个拉泡泡挺享受的 单独玩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可玩性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它这个盒子非常的反人类 它盖不严呢 还绿了 这个网格是十几块钱 它不是一次性的 你看找一团粘性稍微好一点的这个胶 这样滚一滚它就都下来了 这个我还是看橙子的视频学会的 以前我都拿那个鞋刷的刷 根本刷不干净 在水里泡泡还长绣了 不过这个是不锈钢的 但是不锈钢也会长绣啊 不锈钢在什么条件下会长绣呢 酸性吗我也忘了 你看你看 干净了 干净又卫生了 怎么样 没骗你们吧 然后下一个 西雾鸢尾 这上面是一个坨状物 一树花 一朵花 一棵草 一个海螺 还有一个大风车 这是放的填充物还是胶的杂质 这个大颗粒面显示填充物 那底下这个哦是杉粉 我一直不太明白 白胶里面放杉粉 我觉得没啥特效 还会让胶看起来脏脏的 不过没有关系 一起泡我们就看不到了 面包店的味道 这个 是有点乳酸菌小口袋的味道 好像是 然后这个是吃掉恋爱脑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怎么衣衫蓝绿的 这个女的有四个脑子 这个男的只有一个脑子 这是我的错 放放放放放放太久了 人家这个胶体是挺好的 撒上配件 这个封面 我觉得这个这个图画还挺好看的 这个男的胳膊上是纹两颗大葱吗 两人都戴着眼镜看上去比较有学识的样子 我一直不明白到底啥是恋爱脑 三个蜘蛛一个蝙蝠 这个红色的像小丝绒一样东西还挺好看的 然后送了一份脑花嘛 麻辣脑花 我不太知道到底啥是恋爱脑 但是我觉得再恋爱的恋爱脑 在这个长期恋爱里面 估计都会醒过来 下去吧 下去吧 哎呦 一时激起千层浪 一份这个恋爱脑花豆浆就做好了 快趁热吃吧 吃了它你的恋爱脑就不复存在了 这么一小份夹水也不会破坏这个泥的质地 刚才加那份脑花是夹水 这混合以后呢是淡淡的粉色 这个泥咋一股子皮革厂的味道 就是有一股子这个沾鞋底的那种鞋底的味道 我也没在皮革厂上过班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味道的呢 或许也是一些前世的记忆吧 很激烦的 很激烦的 像是不是 的 シ Tiny ore таким 这维曲的 的 啊 нев宴